香港近段时间的示威行动中 有极端激进分子实施一系列暴力行为 担负维护法治职责的香港警察 也受到部分人士抹黑和滋扰 承受巨大压力 香港警务处警司协会主席陈明德 香港警务督察协会主席吴伟基 8月1日接受中心社记者采访时军表示 警队作为维护香港安全的重要力量 将坚守法治在越困难的时候 有着越坚定的意志 6月以来香港发生了数次游行集会 有激进示威者更不断升级暴力行为 陈明德介绍 在处理现场的过程中 警队表现的一直非常克制专业 从今年的6月9号开始以来 香港警队都是表现非常专业 很克制 中间确实发生了很多暴徒 用暴力冲击警方的防线 还有围堵 比如说警察总部 香港警察每每都是采取一个非常容忍的态度 这个行动的决定 这个原因就是 也不想把这个事情 这个冲突把它升级 因为这个冲突 这种暴力事件 如果让它升级的时候 整体上对香港是不好的 与此同时 部分本地及外国媒体以片面报道抹黑警员 更有警队人员受到欺凌 起底个人资料被放到网络上公开 则深忙于维护秩序 家人更受到滋扰 警员们承受着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压力 吴伟金也坦言 作为执法人员 无法将违法者生之以法 会造成巨大心理压力 而部分人士的抹黑和谩骂 更是不公平不负责的 我自己觉得是不公平吧 警察也是人 也是在 执行他的公务 都是为了香港的安全 为了香港的稳定 做出贡献 对他们指骂黑警 跟他们抹黑他们 这是不负责任的 击控 反过来说 就是指骂警察的人 他们自己已经破坏香港社会的案例 他们自己的做法 他们自己没有想过 对香港的影响要那么大 陈敏德提到 多次事件中 示威者有大量资金 有良好的组织性 其背后是否有外国势力 扮演重要角色 值得调查 陈敏德说 警队是维护香港法治的重要力量 不管多困难 都要坚守法治 不能倒下 更要上下一心 其上其落 不管这个事情多困难 我们作为香港法治的最重要的力量 我们如果倒下去的话 我们觉得香港就没有了 所以我觉得这种 这一点点的困难 跟这种一点点的挑战 是达不到我们的 我们的士气 可能会有一些时候 会比较低一点 但是每每越困难的时候 我们的意志就更坚定 同时 陈敏德也强调 香港的法治 不单靠警队的有力执法 也需依靠香港市民奉公守法 更重要的是市民与警队的合作 香港警队对解决当前问题有信心 而香港社会各界 也一定要对暴力说不 暴力就是暴力 回法就是回法 也不能对这些暴力世界 把它合理化 所以应该要清清楚楚 告诉他们 我们不接受暴力 我们不接受回法 我们也不接受这种 一种有组织的公众反扰 日前 国务院港澳办在新闻发布会上 高度评价香港警队工作 并表达崇高警营 香港和内地各界 意义不同方式 表达对香港警方的支持 吴伟基说 这位警队带来很大鼓舞 如同打了一针强行针 跟打了一针 那个很强的强行针一样 也肯定了我们的工作是对的 还有就是也肯定了 违法的人他们是错的 所以作为香港警察 我们一定会把所有违法的分子 甚至运法 吴伟基表示 自己对香港恢复安定有信心 违法者是不可能躲得掉的 一定会受到法律的惩罚